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人处事 交际人们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性格好的 也有脾气差的 但有的人就像躲在暗处的豹子 你看不透它 就把握不好两个人相处的度 一待越些 可能就会被狠狠咬一口 我们都喜欢捏软狮子 而不会和别人硬碰硬 可是 软狮子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热 要么不翻脸 翻脸之后你会很难看 这年头 谁都不傻 只是不计较而已 别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也别低估了别人的实力 做人 得让人处且饶人 被人教训的自卫不好受 有以下四个特征的人 往往是很不好惹的人 最好别惹 一 人穷至不穷的人 总是很安静 又在暗中努力 一直在超越别人 如果一个人常常被人欺负 也不敢吭声 还反过来去霸解那些赤相凌弱的人 就说明他本身就十分软弱 是一个可以任由别人欺负的人 有的人总是想着去霸解别人 遇到强者就点头哈腰 他越是这样 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成为了别人的努力 有骨气的人 哪怕是别人欺负他了 也是默默无闻的样子 不会和别人对着干 也不会记仇 而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 努力奋斗 有骨气的人 并不是高谈阔论 把自己的理想吹捧到天上去 他反而懂得守弱 把自己伪装成弱者 避开别人的锋芒 争取更多时间和精力 去做自己的事情 比方说 在单位上 一个想要跳槽的人 往往不会大张旗鼓地 宣布自己要跳槽的事情 而是他已经把跳槽的事情 安排好了 才忽然离开 在离开的时候 也多半是很安静的 不会引起轰动 让别人在明处 让自己在暗处 表面上是自己吃亏了 其实是体现了自己的骨气 他在自己不够强大的时候 谁都可以招惹 但是后来他越来越不好惹 越来越强大 二 该翻脸就翻脸的人 平时面对笑容 不与人计较 关键时候翻脸不认认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当你看到别人笑嘻嘻的时候 估计你也不好和别人计较什么 也不好发火了 那个爱笑的人 从气势上就赢了别人 只是这样的气势 显得毫不齐眼 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智慧 很多人以为 爱笑的人很好打交道 就是被人欺负了 也不会发怒 这样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 因为那个爱笑的人 关键时候也会翻脸 并且翻脸之后 一定会给别人好看 爱笑的人也是有脾气的人 只是他善于控制自己的脾气 不会轻易暴露 做人要有底线 如果你触碰了别人的底线 就别怪别人对你狠毒 比方说 你在某个单位办事的时候 办事员对你笑嘻嘻的 你就觉得他好欺负 就在旁边抽烟 嬉闹 别人多少提醒你 你也不以为然 反而笑话别人 结果办事员就和你翻脸了 你的事情多半办不成 甚至还会得到严厉的惩罚 那个爱笑的人 也是讲规则的人 你可以和他和睦相处 与时多商量 但是不能惹恼了他 三 不惹事 也不怕事的人 一旦惹怒了他 也会与人纠缠到底 是不罢休 一般来说 遇到小人应该躲开 别去招惹 因为小人喜欢算计别人 也会和别人纠缠不亲 他采用的手段是非常可恶的 甚至会做违法乱机的事情 有一种人 他不是小人 但是他不好惹 你一旦招惹了他 就会被他纠缠到底 你不认输 他就不会善罢甘休 比方说 你在朋友圈里说了一些寒沙摄影的话 放大了某个熟人的阴暗面 一次两次 熟人不和你计较 但是你一次次这样对付他 他就会反过来伤害你 或者他找你打架 用极端的方式来报复你 有的人 不惹事 但是不怕事 坚持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原则 但是别人一次次犯我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 四 成福很深的人 平时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他的能力超过你一大截 成福很深的人 表面上看起来很安静 也很普通 也不会和别人争执 你以为这样的人 根本就没有本事 随便欺负他 也没有关系 可是你暗中观察 你就会发现 成福很深的人 很厉害 他只是不会表现出来而已 有一次 我和同事去参加一个商会活动 很多有钱人都在台上发表演说 都在介绍自己 并且积极寻找合作的伙伴 坐在我身边的一位中年人 一直都没有吭声 我以为他是和某个老板 一起来凑热闹的 我小声地和他交谈了一会儿 发现他是两家工厂的老板 身价上千万 我忽然明白 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 都喜欢量出自己的成绩 总有一些人躲在暗处 掩藏自己的实力 这样的人 你要是招惹了他 肯定没有好的结果 俗话说 墙中更有墙中手 也许高手就在你身边 你却没有发现 聪明的人 不会去招惹任何人 而是把身边的人 都当成朋友 至于别人是否愿意做朋友 那是别人的态度 有人说 你走在广州的大街上 常常看到一些穿拖鞋 打过茶的人 他们看起来很怂 但是他们家里都很富有 是啊 真正不好惹的人 不会刻意表现出来 而是把自己的锋芒 掩藏起来了 只有被人触弄的时候 才会锋芒毕露 做人 谁都不要小看谁 就是那些看起来很穷的人 也不能小看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指不定哪一天 被你瞧不起的人 就超越了你 做人学会与人平视 别没事找事 别以为自己了不起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 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